屏东县以爱为名宗教联合祈福活动 今年结合屏东县佛教会、道教会、全屏东基督教联盟全人发展关怀协会 慈祭慈善基金会屏东分会、一贯道屏东智慧等宗教团体 举办为期两天无场次的祈福法会 首场祈福会在屏东市玉皇宫举办 屏东县长周春敏虔诚祭拜 期盼藉由宗教稳定社会人心 为屏东县祈福 也为民众带来祝福与平安 非常感谢我们玉皇宫陈主委率领的团队 还有我们屏东县道教协会梁历史长 率领屏东县各乡镇所有的庙宇 来参加这一次我们的祈福法会 真是希望可以在新春的时候 透过宗教的力量祈求众神的保佑 祈求众神的神威显赫 保佑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每个乡亲都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事业顺利 我们请了我们的道教的法师 针对这个祈福以宗教为名的仪式 来也送金礼畅 然后献发敬果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第二场祈福活动在县府大礼堂 由基督教会进行祈福 教会将周春敏未来的施政目标及努力方向 放置祷告文明 让周春敏相当感动且倍感荣幸及恩宠 让城市丰富的人文地景地貌 官方资源跟国际来接轨 会中周春敏也祈福未来的各项重大建设 都能加速且顺利完成 让全县的乡亲都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屏东县各宗教团体联合祈福活动 至今迈入第九年 县政府叛各宗教持续发挥安定人们心灵的工作 为台湾带来祝福与平安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道